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 找到这个被海水包裹在的南射星球上 最大的一块陆地 亚欧大陆 这是唯一一块上面有两个大洲的大陆 我们输入亚洲大陆最南端 找到亚洲大陆最南端的点 因为亚洲比欧洲整体上更靠南 所以亚洲大陆最南端的点 也就是整个亚欧大陆的最南端的点 你们想的没错 以我的一贯风格 我又想去这个地方实地看一下 首先我要放到地图 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岛的南边有一个泥岛 在泥岛的南边又有一个更小的泥岛 而上面显示 这就是亚洲大陆最南端 所以我准备从中国上海直飞新加坡 去这个地方实地看一看 上海直飞新加坡的机票太贵了 租个高铁去杭州 杭州那边飞新加坡要便宜很多 我到杭州东站了 我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 我要准备登机去新加坡了 我已经坐上去新加坡的飞机了 大晚上的飞了几个小时 终于陆地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了 我现在要去找海关准备入境新加坡了 切记虽然新加坡对中国免签 但是还是要填一个电子入境卡 可以自己在手机上下载新加坡移民局 然后也可以在现场填 我已经顺利入境新加坡了 现在准备去取点钱 到新加坡以为出国了 实际上感觉好像又没出国 看一下机场的中国工商银行 再看一下新加坡大街上的哈喽单车 一模一样只是把中文换成了英文 再看一下大街小巷的中文中式建筑 一眼望去全是中文招牌中式的餐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中国广东的哪个城市呢 在地铁站还看到了中国的中文旅游广告 海南岛啊什么长江啊江南风光啊 此情此景难道你没有一种在中国的错觉 这地铁站地下的汉字书法写的也是相当的深入精髓啊 更夸张的是中国各地的特色菜都有 好家伙直接在新加坡的地上开个店叫做大中国 这中式建筑 这中文招牌 这席地而住的大爷大妈 这看报下棋围观的群众 要不是挂着几面新加坡国旗 你能知道这里是新加坡 又是东北菜又是川菜 又是中国好味道 算了 在一国他乡新加坡看到各地的中国美食 看到我都饿了 赶紧来一份扬州炒饭 我感觉这扬州炒饭比我在扬州吃的还正宗 一不小心我还误入了牙冷 大家别多想啊 我这个存在是属于误打误撞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不行再这么逛下去我估计我都要忘记我是来干什么的呢 还是赶紧干正事我要去找亚洲的最南端 好了我现在就坐这个小黄车去亚洲的最南端 很多人可能找不到这个地方 他是在一个商场里面 在这里坐小火车上盛桃沙岛 再从盛桃沙岛到那个小岛上去 我已经到了盛桃沙岛啊 这是他们的这个海滩捷运站 在这个站下车以后就可以步行参观了 当然你想坐车还可以继续坐啊 在盛桃沙岛上可以看阳光 沙滩 椰树 海浪 还有啥 这不行啊 一路上这个诱惑太多了 我还是要赶紧去办正经事 去找亚洲大陆 亚欧大陆的最南端 大家前面视频一开始的地图看到没有 新加坡岛外面有一个泥岛 这个泥岛就是盛桃沙岛 盛桃沙岛外面还有一个更小的泥岛 就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 然后这个泥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座浮桥连接的 我们现在就是跨过这个浮桥 就可以跑到亚洲大陆 亚欧大陆的最南端了 很多人都好奇啊 亚洲大陆的最南端不是在大陆上吗 怎么是在这个岛上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地图上显示就是在这里 并且我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标识 上面就是写在亚洲大陆的最南端 不过听说几乎同纬度的马来西亚 也有一个亚欧大陆的最南端 但这里是新加坡 这里也是白纸黑字 树泽碑 然后写明了这里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 那我感觉这里应该也不会假 那就一起来看看亚洲大陆最南端的风景吧 这棵网红椰子树啊 很多人到上塔沙肯定会来这个地方拍个照 看一下 很神奇啊 这么一个椰子树 前面这里就是被誉为世界黄金水 到亚洲十字路口的马六甲海峡 很多人说这个不是马六甲海峡 这个是新加坡海峡 那我就想请问新加坡海峡是不是属于马六甲海峡的一部分 既然是的话 那我就可以说这里是马六甲海峡 但是马六甲海峡不仅仅是新加坡海峡 但新加坡海峡肯定是属于马六甲海峡 既然都到这里了 那还是自己拍一下 纪念一下 站在这个亭子上 远眺马六甲海峡 或者说新加坡海峡 看这里的船只 大部分都是货船啊 所以这里被誉为亚洲的黄金水道 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很多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啊 可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咱们东亚的咽喉 新加坡就二手这个咽喉 如果泰国的克拉运河开挖的话 嘿嘿你懂的哈 说实话既然到新加坡来呢 那我就顺便看一下吧 这就是新加坡的标志 鱼尾狮公园里面涂水的鱼尾狮 对岸那里也有几个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像帆船一样的就是著名的亚洲金沙酒店 这上面有一个空中的平台可以上去参观 我等会会上去的 旁边这个摩天轮就是新加坡也 我到时候也会上去的 前面那里就是金沙酒店 我等会就会上到那个空中平台上去俯瞰新加坡 朋友们 现在我已经到了金沙酒店的空中花园 在这个上面可以远眺亚洲的咽喉 黄金水道 马六甲海峡 下面是新加坡的生态公园 远处就是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也可以说是新加坡海峡 相信大家都学过地理课本里面的马六甲海峡 地理课上的重要知识点 现在就已经照进现实了 看看我身后 下面这里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了 我前面这里就是刚才说的新加坡的一个生态公园 具体名字我忘了 前面那几棵就是人造的科技树 新加坡不愧是一个花园国家呀 到处都是树木郁郁葱葱 在这个生态公园看金沙酒店还是挺壮观的 这是他们的夜景 看上去也挺漂亮的 说了我要去上新加坡演的这个摩天轮 现在我来了 这个科技感十足啊 现在我已经坐上摩天轮了 外面看到的就是新加坡CBD一带的夜景 非常的漂亮啊 非常的壮观啊 再给大家转到滨海区这边看一下 下面那个好像是一个体育馆 像一朵梁花的地方 如果大家想开夜景的话 我觉得这个摩天轮还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现在我就来到了南洋理工大学 这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网红建筑 顺便提一嘴 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国内大学的前身就是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就是海外第一属中文大学 这里就是孙燕芝的某校 这里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牛逼学院 现在我身后这里是新加坡另外一属大学 也是新加坡排名第一的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那些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简称NUS 在亚洲排名前级 在世界上也是排名前列的 非常牛逼的大学 视频的最后 再带大家看一下新加坡的另外一个网红景点 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的新耀张仪 本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